現在要放的次床 是山海十三魚 一樣 把它放到鍋子裡面 去做一個半炒動作 整片一個整片 妳看很大氣 對 把它放進去 一樣 下去之後 稍微去把它做一個炒香動作 我們剛剛提到有三種 可以让血管扔Q的食物 第一种是同蒿 第二种营养师 是不是我们雷师傅 刚刚也已经下锅了 他有用到了吗 有 为什么 因为其实草菇 它含的一个质也非常高 而且还有它的膳食纤维都很高 所以其实以我们的饮食来讲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每一种贾高的食物 我们都均衡摄取 这样其实对我们整体的帮助 才会比较高 而且有时候你在煮汤的时候 就是你把菇当作提升一些鲜味的一个来源 其实也还蛮好的 而且它的甲含量又真的蛮高的 了解 这边请教一下陈医师 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同蒿跟草菇 它都是甲含量比较高 到底对于像高血压或者哪一些人 它这个甲膏是对它有帮助的 其实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讲 甲的摄取量要比较高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像刚琼瑋讲的 所有高甲食材几乎 他们都有一个条件是说可以抗血压 因为甲跟钠其实有一点是抗衡的 在血液里面是有点抗衡 所以当你摄取的甲越多的时候 纳里脂就会被代谢出去 血压就会下降 不过这边要提醒就是说 有一些肾脏功能比较不好的患者 如果你已经进展到 比较末期的肾脏问题的话 其实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当你肾脏没有办法好好地排甲的时候 你吃太多高甲的食材 有可能反而甲力值太高 那甲力值太高会比纳一直高更危险 因为它很容易引起一些很致死性的心率不整 那时候会非常危险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虽然是鼓励大家多摄取高甲食材 但是当你肾功能比较不好的时候 还是要特别小心 好 我们现在雷师傅已经把这个 白味噌 对 味噌放进去了 把它放进去 然后你是用高汤吗 我是用昆布香菇高汤 昆布我把它熬很久 然后去把它做一个自然甜的味道 放进去一起炒米粉 但我觉得其实这一套真的已经非常均衡 即便你吃这道插鼻粉 你的那个蔬菜没有特别再煮一盘 我都觉得它已经量算是足够 那其实一开始它就是用橄榄油 它算是一个好的植物油部分 而且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其实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一般外面的插鼻粉都是用猪肉丝 对 那猪肉丝 它就是饱和脂肪 然后它算是红肉 它就是比较高 那是对管壁 对 所以它已经用到一个重点 鱼里面的油 反而是让我们血管壁有弹性 所以其实整道来讲的话 真的就是对我们心血管 那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所以过完年用这样的炒米粉 又可以保护心血管 我现在把高汤加第二次下去 加第二次下去之后 是要让它收汁的那种概念 那汤汁开始收的时候 这时候我要再度的把第二次的 橄榄油把它加进去 为什么 这个时候加 因为加第二次下去之后 其实它的香味会更凸显出来 而且会更好吃 大家可以用这样子比较新式的做法 不一定说油都要高温 然后爆香什么之类的 刚才是不是先冷锅放油 是的 接下来要放的是芹菜 把芹菜放进去之后 让它香味再更增添一点 膳食纤维很高 是 然后第二种鱼 对 我就是要问 刚才我们是用新鲜的鲈鱼 这个是鲑鱼吧 鲑鱼我们下去烤过或煎过 下去把它弄散 新鲜的鲑鱼松 新鲜的鲑鱼松 其实我们在拌炒的时候 等一下要把汤汁 像现在汤汁稍微给它收干了之后 我们等一下就要把这个鲑鱼 把它撒上去 这个鲑鱼松如果用来炒饭 就变成日式餐厅里面的鲑鱼炒饭 鲑鱼炒饭 对 所以一般的妈妈 一次可以在家里面用多一点 对 用多一点 但是还是要尽快把它吃完 大概多久之内要吃完 我们大概在两个礼拜之内 就15天 半个月 现在将鲑鱼 把它直接撒上去 把它撒很大量的鲑鱼 都把它全部让它进去好不好 好 很多 这样齐心 张医师跟吕医师 觉得这一道怎么样 这一道是非常不错 我是觉得脂肪需要 可是如果是四条腿 不如两条腿 两条腿 不如现在我用的这些鱼肉 可以做一下不一样的擦冰混 所以我们现在三桶花也放进来 最后放吗 对 最后放 我们三桶花放进去之后 整个锅子里面五颜六色 跟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很均匀 都就可以和在一起 而且香味就慢慢的就这样出来了 很简单 我们的米粉这样就炒好 那接下来 我把它放一点腰果好不好 腰果 它可以一些脆菇 其实腰果 我这个不是买那种蜜汁腰果 或买那种什么有咸酥腰果 完全就是生腰果 很脆 很脆 把它放进去之后 增添它的香味 就OK 人家国宴浴厨就是大气 我以为要先敲碎 不要 整个整个就OK了 因为我们牙齿都还很好 放进去之后 介绍我们要盛盘了 对不对 盛盘盛起来 让大家享用一下 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吃起来了 味道怎么样 好吃 不错 因为它那个高汤都有进到这个米粉里面 所以那味道很好 对 因为以前我小时候最怕吃米粉 为什么 因为很干 炒得干干的 它这个有汤汁 而且是昆布的汤汁下去 都吸收进去 所以这个味道特别好 而且比较不会 老人家比较不会哽到 真的 它又不会说像味噌汤那样 味道太重 太浓 对不对 而且我们会发现 其实刚才烹调的过程 都没有加任何一点盐巴 对 都是用天然的食材 而且其实在里面 我又发现这个东西 黑木 对 因为其实这个黑木 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平常可以吃的 因为它大概每100公克的黑木 就有7公克左右的膳食纤维 但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刚刚我们一直在讲说要保护心血管 保养心血管 其实这个黑木耳它就是我们心血管的倾倒物 所以你可以尽量多吃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 你可以把黑木耳把它打成黑木耳禄 这两年很流行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提醒是因为 不要加糖 那因为如果市售很多 我们注意看一下糖如果过量 其实一般我们会进一天的总糖量 不要超过25公克 那其实黑木耳禄 你就要去特别了解这个地方 假如我们是又没有 你可以蓄碗 就是圆尾 在我这个没有注意到当中 我发现三位医师碗都空了 你也是打算要蓄碗就对了 对 吃的比较慢 一口都要吃20下 不错 所以其实像我们这个黑木耳 如果把它打成鹿 然后不加糖 那如果觉得不好喝 其实还可以加一点红枣 对下去打就是可以提它的甜味 那其实红枣算是水果 你用天然的水果 加高膳食纤维的一个黑木耳 其实对保养我们心血管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说有三种 让血管软Q的食物 今天介绍的当季同好 草菇还有黑木耳 像院长 你其实在小中风之后 整个饮食有很大的变化 其实这样子 因为人生嘴巴就是要吃东西的 你说我是昏食不记的 因为我以前就喜欢吃牛肉 吃比较好吃的东西 包括鱼 可是现在我还是这样造成 他以前就是美食主义的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 吃是可以都吃 他只要怎么控制这个量 这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 像我们做饮食的人的话 尤其做副肠 可以是三根半夜起来生产 那生产的时候一定是晚上吃 对 宵夜也吃 早上起来 因为你吃的宵夜 早上起来不想吃东西 所谓金字塔就是晚上越吃越多 然后早上少或者不吃这样子 这个理论上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有看过太多太多的例子 就是说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吃 你喜欢吃什么就去吃 可是第一个不要过量 第二个你把你的 吃的方式改变过来 对 就是说早上多吃一点 中午可能吃个八分 早上吃个十分 晚上的话 我这边写三分 其实的话 三分四这样才说不了 大概改个四五分就可以了 我想 经常可以是应该 大概的观念就是说 你不要晚上到了三根半夜 九点十点再来吃十分 你晚上吃东西的时候 你根本就跑去睡觉了 又喝酒 然后喝酒的时候 又吃了一大碗的东西 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不会代谢掉 那你这些食物 就会堆积在你的脂肪 那可能肚子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外国 或美国家 他们就是习惯 是在晚上才吃东西的话 那他们大部分都是体型 都比较壮硕一点 肚子都比较大 所以我个人是采取了这个方式 就是所谓 这个到金字塔形的饮食方式 大概五年以前 小中风以后 我就改变了饮食习惯 那目前为止 还是每天会去量一下体重 当然如果今天体重 比较多一点的 比较重一点的 我就稍微控制一下饮食 可是我觉得人的身体是这样子 只要你自己去 已经习惯的话 那你晚上五六点钟 以后不吃东西的话 你到了晚上九点四点 想要吃东西的话 那不要去吃的话 基本上都是可以忍耐下来的 好 所以院长就靠着这样的方式 有让自己恢复健康 再加上运动 甚至都可以劈腿啦 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 院长劈腿的记录 那像这个陈医师 国外是不是 他们也有一些相关的报导跟研究 有一些食物有帮助 对 其实就是我们讲十字花科 像花椰菜是相当典型的一个食材 这个研究是澳洲做的 他针对了九百多个 七十岁以上的女性 去做分类 有一组女性是每天固定要吃 三分以上的蔬菜 有一组是不吃的 那去追踪 发现说有吃蔬菜的这一组人 他最后追踪是什么 就是说颈动脉 为什么追踪颈动脉 是因为心脏的血管 你没办法用超音波 看得那么清楚 颈动脉相对比较表浅 那通常来讲颈动脉 如果有变化的话 代表你身体其他血管 也开始有变化 因为血管的变化 不会只局限在某一个地方 它是全身性的毛病 所以他去追踪这两组人 然后有一组有吃菜 一组没吃菜 然后去追踪他们颈动脉 有没有斑块的增加 就发现有吃蔬菜的这一组人 他的颈动脉 那个斑块进展得比较缓慢 几乎没有什么恶化 那没有吃蔬菜的话 会有增厚的情形 那他去研究发现 这个蔬菜里面有十字花科的蔬菜 像花椰菜这一类特别有效 其实如果以台湾来讲 我们是非常推荐喝洛神花茶 对我们心血管 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忙 对 不错 张医师一定会觉得 有一股肌肉 肌肉群在这里 稍微小腹用力 其实这是任督二脉的一个原理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两个就一直交会 了解 然后等一下他就睡着了